石墊炎螺圖 提醒世人 因果报应的不变法则 各事院闹场举行大型法会 仪轨与形式都会有所不同 但同样的目的就是要借由集体供修的力量 来让大家的心能够安静下来 渐渐走进修行的道路 各位师兄姐 阿弥陀佛 那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法会 我们这一边呢 法会会跟外面的法会会比较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是在哪边 一般的法会常常可能有这个普渡 但是他们没有放水灯 有放水灯 可能他们没有所谓的石墊炎螺 那有这些东西里面呢 常常就是我们老师里面会觉得 可能还要更近圆满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我们的法会 其实就是承转以前的我们的一个 算说我们的传统或是我们的仪轨 从石墊炎螺里面 我们去有绘制石墊炎螺 那石墊炎螺里面呢 为什么会有石墊炎螺 是希望引领六道众生 到石墊炎螺里面来真心的忏悔 来消他的业障 以水灯与石墊炎螺来启示大众要向善 而四周挂起的石墊炎螺 以化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明白地狱的景象 仍在史后需要通过石墊的审判 意义在于警示教化 因果报应的概念 十方新闻 郭文许建议 云林采访报导